只是我们现在迷了 迷了真心 完全听命与忘心 这才早也 凡是到极乐世界的人 故过都转时成智 转拔时成四智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用心是两个心 一个真心一个忘心 真心在不在在 没丢掉 只是真心现在不惯死 不起作用 忘心惯死 我们都听命与忘心 就是眼耳鼻血身 以六根 听命忘心 忘心是什么 齐心动念的这个心 是忘心 那真心呢 真心不起心 不动念 它是忘心的本体 它并没有离开忘心 那只是我们现在迷了 迷了真心 完全听命与忘心 这次早也 真心没有思想 没有奇心 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那我们要用真心 就在这个地方下功夫 我们解释 我们解释 举这两个代表就够了 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这是智慧 没有奇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 那就是真心用事 凡夫呢 凡夫呢 看清楚了 听清楚了 他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就叫凡夫 凡慎呢 这个概念都搞清楚 华言经上说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本来都是不奇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本来都是这样的 这就是佛了 他的德能 真心的德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万得万得 他具足一切了 经上明白告诉 能生万法 这一句话 连慧能大师 都肯定了 他开悟 最后一句话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整个宇宙成了的 念头 就是产生的 没有念头 就没有舍法界 舍法界是念头产生的 不是真的 为什么 真心变现的 那是真的 真的叫舍法 转眼图 长期光图 长期光是真心的本体 一片光明 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今天讲的现象 物质现象没有 心理现象就是念头 也没有 自然现象也没有 虽然他什么都没有 他什么都能信 他能信 这三种现象 什么时候信 有缘就现了 有缘就现了 那什么是他的缘呢 我们修现 修到 大彻大悟 明心见信 这就是缘 我们虽然明心见信了 法神菩萨了 转霸是陈思智了 那不是凡福啊 是福啊 真福不是家福 虽是真福 不是圆满的真福 为什么呢 无名的习气 没断 烦恼又习气 你看 见识烦恼又习气 承杀烦恼又习气 阿罗汉又本死 把见识翻到断了 但是习气断不了 习气很难断 什么叫习气 古大的有个比喻 这个比喻也是经上说的 经上用酒瓶做比喻 酒瓶里头成酒 酒倒干净了 里头擦干净了 确实一滴也没有了 闻闻还有味道 那个味道就是习气 有没有方法断 没有方法 那怎么办呢 别去理他 时间久了就没有了 你把酒瓶盖打开放在那里 放半年放一年 这就没有了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即使念到离异性不乱 是这个境界 生是暴徒 是暴徒是 真心现象 真心起作用现象 他现的像 那个像不是三面的 我们现在这个像 像是真心现的 但是真心不做主 忘心做主 完全是忘心 就是念头控制一切法 念头不但控制自己 控制念头 控制物质现象 控制自然现象 这个也是四世真相 都要搞清楚 搞明白了 然后我们修行 到底修什么 你才不会错 不会错了 你真修 真修就自信的功德 自然流露出来 这是真实智慧 真实之计 真实之计 就是真实像 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不是假的 你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这是佛了 搞清楚 搞明白了之后 一成不然 我们修法讲 他决定不会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是反复 是迷恋 忘心做主就放在心上 真心不放在心上 看得比别人清楚 听得比别人清楚 一个音声 一个动作 里面所含的无量意 往生到极乐世界 诸十八图 阿弥陀佛的十八图 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呢 在那个地方就是 断习气 习气没有方法断 不要理他 随他去 多长的时间呢 三个阿弥陀佛 习气没有了 习气没有就真的成佛了 回归长期光 这是圆满成就 回归长期光起不起作用 起作用 一切众生有感 求你 你都知道 虽然你心里头都没有 但是一切众生 他要念你想 你求你 求你帮助他 他有感 你自然就有印 所以长期光有印 长期光在哪里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光明变照 我们肉眼看不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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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阿弥陀佛